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台湾唱作才女小魏魏嘉盈 今次来香港不止为歌迷送上她最新的创作自信专辑 听说还有两大任务要执行的 我这次来香港除了有五月天的开场嘉宾演出以外 还有一个4月22号有一个我自己的签唱会 那其实来这边开场我觉得很开心 因为这次终于我之前就有来过一次香港 但那次因为工作的关系所以飞过来唱歌唱完马上就飞走 那这一次就是有留了比较多天 虽然也都安排了工作 但我觉得可以在就趁着工作的这个移动的时间 可以看看香港的街景啊 觉得很兴奋 那4月22号这个签唱会呢 就希望大家可以来参加 也很开心可以举办这个签唱会 就是我在15号的时候那天呢 在香港街头有做basking 那那天也是看到有非常多的听众朋友来支持我 其实内心觉得蛮感动的 因为就是会想到哇在香港这么远的地方也有人在听我的歌 谢谢大家 可能因为我出来炸道 然后大家的那个热情啊藏在心里面 就是你可以感觉到大家的眼神很专注在听 可是就是我看着大家在唱歌的时候 大家有的人会有点害羞 然后就会假装没有在看你这样 蛮可爱的 其实小艺已经不是第一次担任五月天演唱会的暖场嘉宾 不过今次 算是他第一次跟师兄们走浮 登上香港的大舞台 心情都特别兴奋 很兴奋 我在车上的时候就开始兴奋了 然后就是想说哇 我要到那个演出的场馆了 那彩排的时候一上去非常惊讶 因为很大 就是我还没有就是走过这么大的舞台 左右舞台的左右两边就是哇 超级长的 我都可以在上面折反跑 可以在上面练身体 所以我在唱的时候彩排在走的时候 就是走到一半想说 诶 我这首歌要快唱完勒 但是那个我工作伙伴建议我说 最后一首的时候要回到中间 做一个漂亮的收尾 我想到怎么办 赶快走回去 歌要唱完了 还来不及走回去 场地太大 但是很开心 因为就是正式演出的时候 有感受到香港的歌迷的热情 有那个遗憾吗 跟不到五月天对场 所以遗憾太严重了 但我觉得和五月天合唱是一个梦想 然后如果有一天梦想成真的话 我会很开心 小艾不只懂字弹之唱 作曲写词都一样无难度 就连施兴建五月天成员阿信 都赞他有实力 当初那时候就是觉得哇 整个受宠若心 然后就觉得有一种好像自己在做梦的感觉 就没有想到说自己的作品 会受到前辈的就是 整正面的鼓励 所以觉得很开心 然后就是 就觉得天哪 我一定要再更努力 继续写我的音乐 有没有那个粉丝说过 你也很像阿兴 驴满阿兴 驴头发或是那个表情比较类似 我觉得那是我的荣幸啦 如果大家这样觉得是我的荣幸 创作的时候会问他意见吗 我有曾经就是有一次写歌 也写不出来 然后就鼓起勇气 想要问师兄一点建议 我就跟他说 杏哥那个你能不能给我一点建议 因为我最近写歌有点卡住了 有点遇到瓶颈 然后他就给我一个方向 他就说 要好听 然后我就好 从此以后我就知道我写歌 要好听 那时候问的等于没有问的 不会这个受用一声 对对对 受用一声的 很受用的一句话 除了师兄阿迅之外 小艾其实还有两位非常欣赏的前辈 而且他们还是来自香港的歌手 我很喜欢陈奕迅 还有邓紫棋 会练他们的歌 然后邓紫棋的话 他有一张摩天动物园那张专辑 哇那整张专辑我整个都好喜欢 词曲都很喜欢 那为什么会特别的喜欢他们两位呢 Eason的话我觉得他就是 因为大家都说他是歌神 然后我就是我觉得他的声音 就是你只需要听他清场 你就可以很强烈的感觉到那个音乐 然后可以很强烈的感觉到他里面想表达的情绪 所以我觉得就是 我觉得如果未来我要有一个目标的话 就希望可以像他一样那么会唱歌 邓紫棋呢 邓紫棋因为我觉得他是一个词曲非常厉害的女创作人 然后我也希望我自己的词曲呢 有一天也可以和他一样这么厉害 听说小毅这一排都苦练着广东歌 事关来着他很快又会再来香港 和各位歌迷见面了 挑战唱广东歌有 我正在就是练习 就是在学习那个广东的那个发音 然后也期待未来有一天可以唱广东歌给大家听 很难吗 我觉得不容易耶 因为有很多就是细节要特别注意 对啊 就和我原本发音的方式不太一样 要重新适应一下 然后我在6月2号的时候呢 在麦花城场馆会有一个我个人的演唱会 就是邀请大家来参加来听我的歌 暂时预定是几场了 目前就是6月2号一场 然后也希望后面可以解锁更多的场次 会有机会加强吗 就是粉丝说就是没有见过你呢 就是疫情之后的话 我们会看情况 如果大家真的很热烈很希望我在加强的话 那我们也很开心可以加场 如果大家想听到小蟻唱Live 就记得搞定闹钟浮飞啦 6月2号约定你麦花城场馆见喽 请大家subscribe、comment 和likeV1HK的YouTube频道 再follow我们的IG和Facebook啦 字幕志愿者 打赞 他的 hunter很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